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班克先生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黄世贤老师来接受我们人物专访 哈喽你好 你好 想要先请老师跟大家分享 班克先生的这个名称来源是什么呢 班克先生啊 这个其实是我在全台湾巡回讲座的时候 那同学给我起的错号 因为呢我在2016年开始全省巡回的时候 那我的主题大部分都是跟银行有关 那他们的问题觉得不论问我 不只是贷款 信用卡还是什么一些优惠 我都很熟 好像我可以代替银行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一样 所以他们就跟老师跟我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就叫你班克先生 叫我这个银行先生 我又说银行先生太张扬了 不要就叫我英文班克 Bank的意思 对 这也是可以让大家很好认识老师啊 因为你确实就是在教导是银行专业相关的事情 所以这个名字就延优到现在了 那因为老师其实本身的职业其实有转变了很多 那是怎样的起心动念会想要进入创业这个领域呢 是这样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脉络也要说明一下 当初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当公务员 我原本觉得公务员会是我一辈子梦想的工作 我巨蟹做嘛 我想喜欢稳定这样 后来发现不是啊 因为这个在服务的过程之中会觉得说这个工作非常没有挑战 因为你只要进去一年之后你大概就知道你这一辈子是什么情况 那我就会觉得那时候我还年轻 希望说看看自己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因缘机会之下我就跳出来做软体研发 也是一样班路出家从零开始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就已经很习惯就是每天加班的工作的行事了 那做的也很不错很快就上手了 所以后来我在这个软体研发这里做了十年 那甚至最后的职位是研发处副处长 所以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可是因为那当时呢家里面发生一些变故 所以导致说我开始重新省思人生的价值 最后决定大控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所以也是一个因缘际会 就是有一个朋友 他当一个新部门的主管他缺人 他就找我去 我真的是一个主管 堂堂一个主管 然后你这样突然跑去另外一个领域当小弟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因为想说让自己放空 看看在新的环境能不能有新的领悟 那没想到我一去之后做得很不错 三个月之后就变成Top Sales 哇 我在一样前我其实基本上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那后来呢 我是一直到这个生小孩我老婆要生小孩的时候我才会突然在思考说我是不是要创业 因为你要你能理解这个我们所谓的Top Sales 他其实所谓的业绩都是用时间去换的 对那他可能早上一大早就去打卡 去公司然后晚上服务客户到半夜那我老婆在生第二个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要调整一下 否则我维持原来的工作的形式的话我老婆一打二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大的折磨 你可以说我是对他的这个体贴体量 那总之我其实 果然是巨蟹的好男人 对我也是想试看自己的极限 所以我就开始去思考说我是否能够创业 结果没想到一出来发现很多我的客户 我的金主们或是我的三国客同学其实都相当的支持我 所以我就原来大家都这么支持我 好那我就出来创业吧 增加很增加你的自信心 对对 就没想到大家都期待你出来做自己的事业这样子 是真的出乎意料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为了家庭的关系 然后自己愿意出来做 然后才发现自己可得到很大的支持 那先前跟老师访谈的是 其实这一路上有很多贵人的相助 是那你觉得最难的是怎么样跟客户传达观念这个问题 这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这个 这个这个因为我们做金融服务来讲 都会需要跟我们的客户沟通很多观念 因为这个重点是我们这一门 这一门这个金融相关的这个投资领域的东西 其实学校没教 学校交的一些金融等等 那其实都是相当的学科的内容 所以在实务上 你最投资这件事情的应用 老实说反而很多人都是自己去学习摸索 那重点就来了 那他的资讯来源来自于哪里 有没有错误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意图去引导他 那他如果当初吸收的是这些资讯 那后面再跟我们交谈 就算我们是讲 反而是更正确或是更纯正的这个资讯 他反而会怀疑说 那其实你是不是为了要行销我 而去跟他之前听的有出入 所以相当困难的点就是跟客户的关系度 你必须要强到一个程度 客户才会认为 原来你讲的是对的 然后他会脑洞打开这样子 那这个这件事情常常会发生在哪里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跟客户 我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用我们的经验 跟我们的专业提供了一个方案给他 结果他反而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 那他就跟你抱怀疑的态度 甚至呢就敷衍你 开始敷衍你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我们最难过 最伤心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非常的热情的 积极想要去解决他的问题 结果反而让他觉得我们是有别的意图 去想要从他那边捞一点钱这样 我觉得对于这个抱着这个服务热忱的人来说 其实是相当受伤 有一种被浇了一个冷水的感觉 对的 可是我觉得老师很棒的是 你一直不抑郁力的就是想要传递观念这些事情 让你的客户知道 当然你会为他们去规划 他们应该的理财的计划 但是观念的传递也是非常重要 再来是 我觉得你很棒的是 还有客情的维护 你的每个顾客都是很信任你的 是是是 因为 因为像我的客户就是属于那一种 因为我的 他们认识我的时候是从我讲课 大部分都是我讲课所来认识我的 那你想想看嘛 我们市面上有这么多老师 那大家为了要赚大家这个上课的费用 课程费用 所以他们有时候课程 一堂课就讲一点干货 或者是 会引导你要买他的东西 可是对我来讲 我就是整堂课都是干货 对 然后我也没有在卖课程 我的同学 他们最压抑的是什么 老师听完你的课 我觉得你的课好棒 请问我要去哪里买 我说 不好意思 我没有卖课程 老师 那我要怎么去跟你做咨询 我说我目前没有安排收费咨询 你有问题就问吧这样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压力 所以老师你用什么 我就不是靠这个赚钱了 对 所以当初我就是同学们 就是认同我 想要给予我支持 可是我完全没有预设 预想好说我如果去接纳这些 所谓的想要给予我的支持跟帮忙 所以我后来在创业的时候 我就很认真去思考这件事情 有时候 不是说我要赚他们钱 而是他们想给予我支持 那我一定是做了对的事情 他们认同的事情 所以他才想要支持我 那我们既然收了人家的资源 对我来讲 我们本来事情就要做好 可是你发现这样的一个认同 一个量化的认同 不是更好吗 你又何必就是一定说 想要做个大善人士 什么都不收 而且这样子我觉得不管是学员 还是客户对你的年足度也会增加 是 绝对会 像我的客户其实都做长期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他客户低潮的时候 甚至他可能刚被骗钱的时候 我们都会陪着他 像其实你知道 每一次 台湾有一些 所谓的这个 诈欺 吸金诈骗 那些老师捐款潜逃 我的生意都会特别好 因为大家很多人是借了钱去投 那钱被卷走了 想说 原本想说每个月有配息之后 他们可以应付贷款的钱 结果被卷走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钱 没有收入了 反而要多了额外的支出 所以我反而是他们认识 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老师 然后我刚好也不太收费低廉 所以那我就协助他们做的债务整合 让他们减压 就是让他们至少度过这个难关 这段时间好好的稳住 活下来 那之后的问题 只要过了两年 过了三年之后 其实很多事情慢慢都可以解决 就不要在当下想不开 这其实也是老师的初心 就是想要帮助更多人可以了解 认识理财这一项是怎么样的规划 包括是创业者 如果今天也想要有所问题的话 都可以去询问老师 这其实也是带到老师的核心里面 就是有资产额度跟金流三位一体 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好当然 这个是我一直在推广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像我们大部分在讲投资 或是说你是否有钱这件事情 都是从资产这个环节 到底有什么房子存款 资金那个基金 保单这些 从这里看 可是这其实在整体的规划 它只是一个环节而已 那问题就来了 你今天如何在从这个环节 不论你是多还是少 像我们小资助可能就是存款就少一些 如何运用这个额度 慢慢的可以有一个像活水一样的做循环 让你每一转移缺你的资产可以预期它能够会变大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循环 那它是怎么来的 就例如说我们在于做资产配置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配置存款 但你也可以配置 例如说你做一些股票 存股 或者是这个基金保单都有可能 那你在配置这些有那个现金 现金这个价值的这些金融商品的时候 它可能会产生金流 可能是配息或其他的那个现金价值 那这些东西呢 在我们跟银行往来的时候 你说我需要去拉一些资金 去做一些我认为很好的投资项目 又或者是我的事业发展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就会被当作是财力证明 对 就是你还得起钱的证明 那当然这个东西讯号一旦越强 财力越强 金流越粗 那银行可以借你的钱就越多 那银行资金借给你之后 你如预期去做你预想中觉得没有问题的投资 又或者是你事业的发展 投入之后优质的资产 它是不是会产生更多的金流 对 金流再一次加速之后 银行是不是又可以再给你借更多的资金 是 对这个东西不只是在个人 在企业上也是一样 所以公司的运营稳健 每一年稳定的这个营业额的成长 跟尽力的增加这件事情 它本身就可以协助你 跟银行往来说 每一年都可以增贷到更多的资金 那很多人就会想说 对于增贷资金这件事情 以企业运营来讲 它更是重重之重 它比一般人还 一般的这个财务规划更重 为什么 因为企业运营它一定有所谓的 资金流动风险 对 对你有那个流动性负债跟长期负债 要处理 所以你的负债 尽量都偏到长期 那流动性负债有时候就是货款干嘛 就是两个礼拜一个月的短期的这一种 就尽量能够减少 又或者是说 你在跟银行往来说 你有设定所谓的理财型的额度 对让它你用的时候拉出来用 就好 你就不用再去跟别人借钱 你老板就不要这么忙 所以这是很单纯的观念 你只要会配置这些东西 这个都是银行有的商品 你会配置这些东西 其实你在资金调度上 你可以省很多事情 就懂得这个观念 然后去 火鞋的善用 对那你就会知道 怎么样去运用这些资金 是的 没有错 这是不是也可以带到 老师跟大家分享 你有一个创业的学员 跟你分享的故事 对啊 他其实就是从 在别人这里 就是做员工 他是在旅游业做人家的员工 然后呢 自己创业 成功创业这件事情 那他当初从员工 变成这个能够出来创业 他的一个坎 是什么坎 是就是 因为旅游业 他们主要的收入 都是现金收入 对 不论他做主持人也好 或是这个 去商店退佣给他们 是 这些都是现金 所以他们 是不是赚钱 他们是赚钱 可是问题是 他们 能够认作财力吗 不能 就像我刚刚提的 你银行要认同 你有这样的一个收入 他才可以借给你更多的资金 所以呢 他当初还找我说 他情况是这样 他本身有一间房仔 付了一半 但是这个每个月月付额大概六万多 然后他有一笔车子 车带 每个月月付额大概一万多 所以他这个两笔加起来 每个月月付额就是八万 那他没有导账 所以你就可以说他真的赚是赚超过的 真的很能赚 也是 Top Sales 业务能力很好 那可是问题来了 他想要创业 因为他觉得老板对他们不好 可扣啊 干嘛的 要求很多啊 那他就想说要创 可是他打听的结果是 他要去加盟其他旅行社 他要必须自己准备一百五十万 当他长期就是属于这个 几乎是月光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其实根本没有这笔钱啊 所以他等于人生就卡住了 变成无望 我不满现状 但我又无法翻身 就卡在这一百五十万 所以呢 他经由朋友介绍来找我 我就帮他去规划 盘整一下他的资产 因为他基本上有房子有房贷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其他银行 做转称贷的动作 可以 可以从这里拉出资金解决 他创业资金需求 那可是问题是 房子我去判断过了 确实在银行这里见价来讲 是有的 他可以再拉出几百万的这个 理财型的额度 支付利息的额度 但问题来了 回到一刚开始我说的 他的收入模式是什么 是现金 因此大部分的银行都不承认了 那我只能说 那你就把存责名息都印出来 那你觉得里面余月有存款 都印出来给我 我就带着这几本的这个存责名息 去找我的那些银行朋友 去跟他们讨论说 那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样态 在你们银行财力抓不抓得到 大部分其实真的都抓不到 那少部分有的抓得到 但是打折 打折我算一算 又财力又不够去拉出 这么这个几百万的资金 最后终于找到一间银行 当然就成功了帮他一次办到位 所以他一旦拉 一拉资金一拉出来之后 他马上就开始成立公司 进行创业的动作 然后他手上这个债务呢 也清长 我说那个车贷 每个月要付一万多 CP值太低了 赶快还一还 然后呢他还剩下 一百多将近两百万的这个 准备金在身上 所以他人生从那一刻开始起飞了 是 应该是说要创业的人都去找老师 知道学习怎么运用才是最好的 因为开店会面对很多的状况啊 包括你创业之后 以及老师在先前我们访谈庭要说 你要想到你未来的退休生活 你要做好好的规划 所以去找老师上课 然后去接受你的理财规划 你才知道说未来 我们应该要怎么面对跟解决 对没错这很重要 因为如果退休了 啥都没有 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 因为我一直都理解 大家出来做创业 一定是想要获得资赢 但是如果发现你做了这么多 身心全部投入在公司 你多赚了钱也都用在公司的体质 或是健全制度上 但这公司毕竟不是你的 大家我们正在 目前的这个财务规划都在推行一个观念 就是公司不是你的公司 法人是法人 自安人是自安人 所以你到最后很可能就变成说 如果你是老板 你不继续动下去 你没有生活费 你原本应该要存下钱 你又都投进公司了 那你只好做一个叫掏空的动作 这是违法的 所以我为什么不应该 在一刚开始就好好的规划 在公司赚钱的时候 你也适当的在口袋 多放一些钱 拿去做良好的配置 让你公司运作起来越来越轻松 你最后是我想退休就退休 而不是我不能退休 我不做我就没有吃饭钱 懂得运用就更能规划自己的未来 没错 是 那班克先生未来的短中长期规划呢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好的好的 因为我本身 有点往脸上贴金 因为我本身是top sales 所以我本身的客户跟名单 还有这个需求就相当的多 因此呢 我离开银行自己在做这个独立顾问的时候 其实我的这个运作状况就相当好 那是因为我刚有提到了 我的小孩子 因为出生之后 我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小孩 因此呢 我才成立了公司 所以呢 为了有效的去消化我的这个 新的客户名单 以及客户服务这件事情 我希望在短期内做到的目标是 赶快把我的这个业务体系建置起来 客户进来 他知道 喜欢我的客去哪里买 喜欢我的顾问服务 去哪里下订 那如果需要我们这个业务同仁 这个一对一的咨询 我们这边有哪些同仁 可以去做服务跟陪伴 把这个体制把它建置好 我觉得这样才能够有效的 让我想要传达这个教育 跟所正确财商观念这件事情 能够把它做到一个量化出去 那中期是我其实 现在就一直持续在做的 就像我在2016年开始在做 全省的巡回分享的时候 我就是希望推广正确的这个观念 财商观念 或者是所谓的贷款观念也好 让大家用良善的方式跟银行往来 好好的把自己的资产 逐渐的把它稳定起来 扩大起来 提升起来 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那当然在推行上一直都有困难 那我会觉得说这个就是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更要去做 所以呢 我在中期的目标来讲 我是需要能够扩大我的教育能量 教育能量 当然你说之后是不是真的可以 成立一个学院 那当然是看我们的机缘跟造化 那我对没错 欢迎大家投资 所以这是中期 那长期来讲 老实说长期真的是算是一个梦想 算是一个梦想 我一直很推崇一个银行家 他是唯一得过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 孟加拉的一个银行家 那他成立了一间银行 乡村银行 他专门是放款给赤评的人 在我们台湾是不可能发现 你的财力不好 你没有赚钱的 我是不会借你钱的 但是他们这样的做法 是他们去了解说 你做的这个生意 他们是鼓励这些赤评的人出来做生意 就是个体户 然后我借你一些钱 你买原物料 然后你做好的成品 你再去市场卖 其实我利润相当的高 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是我认为一个真正银行家 该有的风骨跟作为 那我很希望说我们的金融服务 他是门槛不要这么高的 你不是一定要高资产 你才可以如果得完整的服务 你应该是尽量是清明化 普及化 清量化 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 一个程度以上的金融服务 那大家在投资理财也好 或是做这些财务规划 是不是抗性阻力就不会这么高了 甚至呢 再进一步我刚提到的 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跟资讯 是不是也是一个 就是大家就不会有落差这么大 永远好像 我明明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搞得好像有钱人 就是资源比我们多好几倍 这个是所谓的普惠金融 是我一直想要做的 那当然它涉及到我们这个台湾 这个当地的这个法规 对它要足够健全 并且要被这些民代 能够重视政府能够重视 它才有办法推行 所以我会说这个是梦想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没办法靠我一个人的力量 是 再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如果最后真的实行了 我想全民都受惠 对 这次真的是我希望的事情 是 那未来如果有个年轻人跟老师一样 他也想要踏入这个创业领域 你会跟他什么建议呢 我会跟他的建议就是说真的 把自己的客户当家人一样对待 好好的对待 讲真的 我常在跟我的晚辈 就是同领域的晚辈 我跟他们讲一件事 我说你不要想说你会需要一百个一千个客户 为什么 我说你看 你今天如果有个客户 他愿意放三百万甚至一千万 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一个月跟他吃一次饭 报告一下投资状况 合不合理 合理吧 那如果你一个月你都不休息 假日你都贴上去 你就只能跟三十个人吃饭 因为三十天过后 下一个月你要再吃一次 好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有五十个客户 你怎么安排 你可能一天吃两餐 那你是不是没有 没有跟家人吃饭的时间 那你比重有要放那么重 当然 有的不是所有的客户 都巴放着你跟他吃饭 可能是视讯就好了 所以我只是说 这是一个你的管理量 你就是这么多 那你能够管理比较多 在这个产业并没有比较屌 这不是很厉害的事情 你应该是你管理客户的资产多 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发展到最后 你是在淘汰财力没有上来的客户 而不是用量一直增加 因为你量一旦增加 你服务的能量是不是就弱了 这个客户在你身上放三千万 甚至放一亿 然后你对他服务量能变得比较弱 你觉得这合理吗 不合理 所以我们这个产业卖的东西 跟其他的产业卖的说拼量 是完全不一样的观念 你要理解如何提升客户 当然如果你有本事 直接找到资产的 高资产的客户 那当然是你的门道 我觉得就好好培养 但如果说你身边 并不像那些资源这么好的人 有这么多优质的客户 那或许就可以用另外一条 所谓的陪伴客户成长这件事情 就像我就很在乎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讲三位一体 这个班客流三位一体的财务 就是因为他如果照着计划运行 他每过两三年 你的资产大概就可以增加两倍到三倍 所以任何一个客户 他希望在退休之前 能够存到所谓的三千万五千万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大家不要妄自菲果 这绝对是办得到的 这就是我希望能够传达出去 那如果你也能够理解我在做什么事情 你把我这套学起来去经营你的客户 那他们是不是很可能就是你一辈子的朋友 那就对了 你有三十个到五十个 在你身上放了三千万的客户 然后你每一年就跟他们抽一趴就好 你是可以做到退休 你已经可以退休了 就是应该说要用心对待每个客户 除了是帮他认真的规划 然后再来是客情的维护 这样子你的职终你的量好 而且客户会在介绍客户 忠诚度建立起来 口碑建立起来 那你当然会有源源不绝的客源 你非常懂 当然还是很谢谢老师今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人可以认识班克先生 然后进而去上老师的课 然后可以有更完整的理财规划 大家一起携手 大家一起共好 那岂不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吗 没有错 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来接受采访 很精彩的故事 那我们再次感谢班克先生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黄世贤老师来接受我们任务专榜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